走 扶我了 加速 你呢 以后就叫多多吧 钱多多 福多多 狗粮多多 舒服吧 我还没做过似的呢 先给你做个似的 板子转子 吞一下 吞吞 吞吞 回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真好看 就是黑了点 给你拿点狗粮吃吧 狗粮还没买 来 来点狗粮 谁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狗饿了吧 说 不 保险单上 填的资料上有写 保险单上应该没写我养狗吧 现在女孩子不都喜欢养宠物吗 那我万一养的是猫呢 我问过了 狗粮猫也可以吃 快点儿 你瞎干什么啊 你瞎干什么啊 住肯定的 去马颜那儿住了啊 看着别人相亲相爱 回身难受是吧 你难受吗 我是说闺蜜请 我给马爷打电话 他没有接 有些事情我想当面跟他谈 你能帮个忙吗 等一下 搭配着吃 行吧 看在狗粮的份上 等会儿 你干吗 我叫辆车 现在是高峰时期 坐我车吧 只有两个轮子 连气囊都没有 也称之为车 我这么大个安全气囊 在你眼前你是瞎吗 我有必要给你普及一下 摩托车的安全事故率 要比汽车高百分之三十左右 时速超过八十公里 尾速V等于十二点二米每秒 刹车距离三十八点四米 所以一旦出了事故 什么气囊都没有用 而且呢 乘客的死亡率 要远远高于驾驶率 谁都想坐四轮的 那也得买得起 我没有 你先帮我拿一下 不方便 等我做完你再给我 可以了 可以了 怎么是坏的呀 到底是腿不好 还是脑子不好 稍等一下 走 不稳啊 加速 好 到底了 送餐迟到了 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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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头归摘了 熄火 吃饭 不是 我再送你单 回来再吃 先吃饭 不是 我最近没接到维修的活 然后我钱也没凑够 我吃什么饭啊 我没资格吃饭 你坐 人家有钱 吃澳洲龙虾 咱们没钱吃小龙虾 各有各的活法 不是 这个道理是没错 但是我答应丈母娘给你买房 可现在我 马言 咱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妨碍别人 别人过得再好呢 咱们不沾光 别人笑咱们 咱们也不少块肉 管他呢 吃饭 行行行行 你说得都对 行吗 新兴小区三个单谁送啊 我送 我送 好 迷野 迷野 马云 马云 找你有事 我俩没事 那个 昏房的是 你这来嘲笑我的是吧 你到底在干吗 我要把房给他当昏房一页 你真要出国啊 哥 你怎么不吃啊 这串上挺好吃的 不脏 卫生着呢 小猪 晚宴一单能赚多少钱 七块 才七块啊 现在快两点了 当棋手嘛 三年龙吃午饭 很正常 你吃啊 七块眼怎么了 不抽不抢 老百姓钱包里 你分钱好挣啊 那胃都坏了 很多棋手就是干不了三年的 因为身体扛不住 不是伤就是病 所以我叫外卖 从来不催单 要是遇上恶劣天气 我就会在备注里写伤 不着急 慢慢骑 注意安全 太不容易了 但是人家也从来不抱怨 也不爱生叹气 你要叫外卖 你别催单 给 你跟马盐吃不到一起 你跟马盐吃不到一起 就聊不到一起 好吃吧 太辣了 辣 我干吗 这个几个 乐量高 冲蒸酒 你吃饭